大家好,这里是彩票老虎 我是老票 我是老虎 以色列继续在加沙地区进行他的地面军事行动 来摧毁哈马斯在加沙的势力 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所造成的震撼 让以色列人难以释怀 1400多人丧生 一直到今天还有240名人质被扣押在加沙 这脸不能丢啊 所以战争停不了 以色列那可是中东的小霸王啊 但是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攻击也造成了非常可怕的流血事件 这两天世界舆论都在统计说 巴勒斯坦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万人 虽然搞不清楚这里面有多少是平民 多少是为哈马斯圣战组织作战的人 但不管怎么样 短短一个多月1万多人丧生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 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接近两年的时间 但也只有9700名平民丧生 世界舆论风向变化的也特别快 10月7号哈马斯去袭击以色列的时候 全世界的新闻媒体一边倒的支持以色列 因为他们是受害者啊 是被恐怖袭击的对象啊 但是现在由于以色列的战争行动 导致巴勒斯坦平民死亡人数太大 全世界的舆论又开始转向了 批评以色列 世界各地也爆发了大量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示威 你说这事就有点怪了啊 以色列开始明明是个受害者 这刚过了一个多月 这又变成了千夫所指的一谴责对象了 在这种危难时刻啊 就想起了中国一句古话 叫患难见真情 当你真的遇到困难 真的有事的时候 你才能看得出来谁是真朋友 谁是假星星 目前全球范围内 不管舆论风向怎么转 唯一坚定支持以色列的就是 美国 对啊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那是无条件 全天后的支持啊 但是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 美国对以色列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好 比英国 法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差很远的 比如说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 英国 法国是亲自投入兵力支持以色列 当时的美国与苏联一起向英国施压 迫使英国和法国撤军啊 其实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 由于美国和苏联冷战的原因 苏联在中东扶持埃及和叙利亚 美国才开始对以色列提供全范围的支持 基本上成为以色列的保护人 我们看一些数据 感受一下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力度有多大 我们知道美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人理事国 具有辅决权 我们先看看美国在联合国动用辅决权的历史记录 从1945年联合国安理会总共推出有36项 关于巴以问题的决议草案被五个常人理事国辅决 36个决议其中有34项被美国辅决 所以基本上只要是对以色列稍微有点不利的议案 都会被美国辅决 我们再看最新的一次联合国安理会10月18号 也就是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后 巴西提出一项议案 议案里头明确反对并谴责哈马斯 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的人质 从而里头有一条说呼吁以色列取消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要求平民和联合国的人员撤离加沙的北部 而且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战资停战 方便实行人道主义援助 这个议案也算是公平合理吧 但是安理会15个理事国表决结果 是12票赞成 包括中国、法国、日本 7全票有2票 一个英国、一个俄罗斯 美国偷了反对票 否决掉了议案 美国现实辅决权很简单 只要对以色列有一点点的指责和限制 只要以色列觉得说No 那美国就现实一票辅决权 投反对票 反映了美国跟以色列的这种特殊的关系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对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那也是绝对第一 不管是绝对数字 还是所张比例 都是排名第一 我们看几个数字 从1946年到2023年 美国向以色列提供的援助总额 高达2646亿美元 2646亿 那美国对同样是中东地区的埃及 是它的第二援助国 但是相比以色列 援助金额就少得可怜 最近几年以色列从美国每年得到的援助大约是30到40亿美元 这个数字大约将美国直接对外援助预算的六分之一 这个比例绝对是全球排名第一 而且还不包括一些突发性的援助 比如说10月7号哈马斯攻击以色列以后 美国国会批一种援助以色列的资金高达147亿 以上我们讲的是这个美国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 也显示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支持 我们再看一件事 2017年10月12号 美国国务院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很多人觉得很奇怪 美国为什么要退出呢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美国的退出理由很简单 美国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以色列有偏见 所以要退出 我们上面讲的这些事情和一些数字 明显可以看出来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绝对是全防卫无条件 以色列在美国的盟友当中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所有的盟友都无法与以色列相比 以色列对美国有那么重要吗 我觉得并没那么重要 其实以色列在美国的总体战略中 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那原因有很多啊 首先我们看苏联接替以后冷战结束 美国的战略重点在东尼 他要全力对付中国的崛起 中东地区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战略核心啊 印太地区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 那第二个是美国自己的液延期石油的开发 使得美国现在石油已经可以自给自足 甚至成为石油的进出口国 美国完全可以不需要中东的石油资源 再来看中东地区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现在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国 沙特卡塔尔都成了美国的盟友 大概我们也能看到说中东其实除了伊朗 是美国的主要敌人以外 没有更强大的势力能够威胁到美国的利益 而且拜登政府也在试图与伊朗恢复核协议 缓和关系 再来说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很任性 基本上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不太关注美国的利益 从政治上或者是价值观上 都给美国带来了很多负面的效应和压力 我们讲这么多是想表达一种现象 以色列对美国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大的重要性 在中东美国也不仅仅有以色列一个盟友 而且以色列经常给美国惹麻烦 在这种情况下 以色列依然能够让美国无条件的对其支持 好像在美国支持以色列成了一种政治正确 那以色列是怎么做到的呢 拿到美国人傻吗 为什么美国会无条件的全方位 不讲任何道理的支持以色列呢 要说美国为什么这么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 我们就要谈到一个国际政治运行的底层逻辑 每个国家的政策都是人制定的 制定政策的人是可以被做工作的 是可以被说服的 那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政客 是被谁说服的呢 那就是活跃在美国的以色列游说集团 以色列游说在美国有很多的组织和势力吗 这些人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以色列游说集团就是指那些 在美国境内积极的活动 构造一个美国亲以色列的外交政策的 这些个人或者组织 它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联盟啊 并不是说像大家想象的 是一个单一的组织 单一的公司 由中央统一领导 然后做单一的运动 不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宽泛的一个联盟 有很多组织组成 甚至这些组织 有的时候在一些具体政策议题上 可能会意见不一样 组成这个游说集团的联盟 有哪些机构呢 非常多 我给大家讲一些大家可能能听说过的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 美国犹太人大会 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以色列公共论坛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 反诽谤联盟 支持以色列安全的美国人组织 美国利库德之友 梅尔卡兹美国哈达萨组织 等等等等 非常多的组织 组成了这个以色列游说集团 以色列游说集团在美国的政坛里面 耕耘了很多年 根深野茂 我们去追溯一下他的历史 从20世纪初开始 受到欧洲 尤其是法西斯德国的压迫 大量犹太人移民美国 逐渐形成了犹太人社区 犹太人的这种小利益集团就出现了 当然那个时候 犹太人利益集团 还没有涉足美国的外交政策 1948年 以色列正式建国 这在精神上 大大的鼓励了在美国的犹太人 族裔的天然联系 使得他们非常关心 以色列国的存亡 第三次中东战争成为美国和以色列关系的转折点 第三次中东战争也叫做六五战争 战争是从6月5号开始的 一共就打了6天 发生在以色列和濒临的埃及 叙利亚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之间 战争结果 埃及 约旦 叙利亚联军被以色列彻底打败 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后 干预美国中东政策的以色列游说集团开始登场 从那时候开始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就没人可以撼动 那以色列在美国有这么多各种各样的社群团体组织 那他们是如何影响美国各种各样政策的呢 它是影响美国的法律 还是影响到具体的人呢 游说这件事 古今中外 其实不稀安 中国人是游说的鼻祖啊 咱们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苏秦和张仪了呀 两大名嘴 美国比较特别的是什么 这个游说行为是美国的法律和政治体制所允许的 只不过以色列游说集团比其他的那些游说团体 更擅长搞这个政治游戏 他们游说的首要目标是国会 除了支持国会当中的犹太裔议员之外 这个游说集团还利用美国的选举规则向亲以色列的候选人提供选举资金 经济学人就曾经报道过 在1994年到2004年之间 亲以色列团体向候选人就提供了5700万美元的政治捐款 那可是20年前啊 放到今天这笔钱就相当于一个亿 而同期穆斯林团体所提供的政治捐款只有80万美元 大家看看这个差距 5700万比80万 你这游戏你怎么玩啊 作为向候选议员捐款的活跃分子 美以公共事务员会 甚至他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筛选机制 能够使得亲以团体的资金 能够非常高效的流向一些亲以的议员候选人 以至于说任何一个议员都不敢轻易得罪这个大金主 钱太多 曾经在2006年到2009年期间 担任以色列总理的奥尔木特 就感慨道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员会是以色列最大的朋友 咱们说个题外话 这个奥尔木特跟中国有很多的渊源 他的祖父是居住在中国哈尔滨市的犹太移民 他本人涉嫌多项腐败丑闻以受贿罪入狱 除了在国会做工作之外 以色列游说集团还针对美国的行政部门 也就是白宫进行渗透 帮助亲以色列的公务员进入重要的行政部门 这一点在小布什的共和党政府时期尤为突出 几乎所有的新保守派官员全都是亲以色列的 除了影响决策过程以外 他们另外一个重要的使命还在于在美国和西方媒体构建一个有利于以色列的舆论环境 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比影响决策还重要 因为毕竟那些议员啊白宫啊政客啊都要看媒体报道都会受舆论的影响 一个有利于以色列的舆论生态环境 可以长久的保证美国的政府对以色列的好感 让任何对以色列不利的政策选项都会被自然而然的排斥掉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以色列游说集团首先跟媒体人构建一种默契 他们一方面培养这些媒体工作者的亲以色列情绪 咱们举个例子啊 就拿最有名的两大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 他们对中东问题进行报道的那些专栏作家 全都是一边倒的亲以色列 没人站在巴勒斯坦这边 甚至连像以前那个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那样 不偏不倚的都非常非常少 另外一方面游说集团对反以色列政策的媒体施压 断绝捐助资金 反诽谤起诉等方式来威胁他们 在以色列游说集团里边 最具能量的媒体监督团体是美国中东报道精确性委员会 你听人的名字 你对中东的报道必须精确 报道精确性委员会 他以前曾经对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网进行过批评 他给公共广播网起了个名字 叫全国巴勒斯坦广播网 就是批评他们亲巴勒斯坦的那种政治倾向 这个美国中东报道精确性委员会 就是游说团体 曾经组织过在33个城市 公共广播网办公设施外边组织示威活动 并且说服和威胁捐赠者 撤回对全国公共广播网的支持 一直到他们的中东报道对以色列持更加同情的立场为止 就像以色列驻纽约领馆前发言人梅纳谢姆谢勒夫曾经说过的那样 在美国媒体圈里混的这些新闻记者和编辑 他们不敢发布对以色列不利的言论 如果发布了 他们就知道几小时里面就会接到数以千计的愤怒的电话 一想到这个后果 他们就会三思而后行 以色列游说集团最拿手的就是组织这种极限施压的活动 给大家举个小例子 感受一下美国媒体舆论一边倒的这种氛围 美国有一个脱口秀的著名主持人比尔马赫 他在前两天在HBO的一个收视率非常高的政治评论脱口秀节目里面 就曾经说过以下的言论 有更多的以色列人和以色列这样的国家 世界才更美好 哈马斯想解放巴勒斯坦 你解放个屁 生活在加沙的女人 如果能够被以色列殖民 那就算是你祖上基德 以以色列为代表的西方文明 才是你们所有人的爸爸 这种节目就可以在美国的媒体里面公开播放 但是亲巴勒斯坦的节目就奉谋领奖 这个脱口秀主持人马赫 他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出生于纽约市 但他的母亲是犹太人 以色列的游说集团 除了影响政府决策和媒体舆论之外 他们在学界和智库界 也去培植亲以色列的情绪 排斥任何反游言论 美国著名的外交关系委员会 曾经因为招待了伊朗总统 就遭到了游说组织反诽谤联盟的严厉批评 曾经揭露过以色列游说集团的 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斯蒂芬沃尔特他的演讲 经常遭到相关组织的抗议和谴责 最近这个斯蒂芬沃尔特 曾经在美国外交政策期刊上 发表一篇文章 说美国是以巴最新一轮战争的根源 明显就是一个反以色列人士 当然他也比较亲中 2021年他同样在美国外交政策月刊上 发表过一篇文章 讲世界或许想要中国的规则 总之在这种舆论和政治生态下 加上持续的对美国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 以色列游说集团给美国编制了一个巨大的网 无数的政客和舆论的利益都被捆绑在对以色列的支持上 更重要的是这一切运作都符合美国的法律 看来以色列的游说集团是系统性的有组织的 并不是散边游泳 感觉上要完全控制美国的议会以及信政部门来 既然游说这么有效果 那中东的那些阿拉伯国家为什么不学学以色列呢 阿拉伯这些国家也不去捡 都是石油大痕 即使不能达到以色列那样的效果 也不至于让美国一面倒的支持以色列吧 要办游说这事儿 有钱当然很重要了 但那只是个基础 绝对不是说有钱就能把游说这件事儿干好 以色列游说集团有这么大的能量 主要归功于三个方面 第一他们在美国社会的地位 第二他们内部的团结 第三他们非常了解美国的政治生态 充分利用了规则 咱们先说第一条 犹太族裔 这犹太人在美国社会的地位 我觉得这不用多说吧 他们在金融教育 法律 媒体 高科技方面的成就 有目共睹 巴菲特 扎克伯格 各色人等 犹太人在美国社会当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 犹太组织 他们有一个结社的传统 二十世纪初 社会学家托马斯就有一个观察 犹太人的社团 组织非常严密 社团领袖 对于维护族群的共同利益 非常的热心 而且这些犹太裔的富豪 对社团的捐款 绝对是毫不含糊 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例 他们年度预算高达 四千到六千万美元 这些钱 全都来自于捐款 来自犹太精英的这种资金 舆论 政治和法律影响力 这就使得以色列游说集团 有了足够的能量基础 以色列游说集团 第二个特点团结 他们的这个组织运行非常高效 能够有效的清除内内外外不同的意见 使得最终以一个声音对外为以色列说话 比如说 并不是所有的美国犹太人都支持以色列政府的政策 有很多犹太裔的活动家就认为 以色列在抢占巴勒斯坦土地 建立定居点 修建隔离墙等方面的政策是不妥的 不利于实现与阿拉伯人的和解 也不利于以色列人的根本利益 就是有不同声音吧 这种声音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出现 但是在主流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打击下 相关的声音和人士在不到五年内就销声匿迹了 而且为了进一步防止这种不同声音的出现 美国主要的犹太组织总裁会议 甚至开始清查各个犹太组织的立场 甚至连以色列驻美大使都公开参加了这个清查活动 从那之后 虽然批评者的声音不时的会冒出来 但是主流的以色列游说集团 依然牢牢掌握了犹太人社团的这种对外话语权 除了能够消除内部不同的意见之外 以色列游说集团有非常强的组织能力 以这个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例 他扮演各个亲义团体和国会之间的纽带和中枢 一方面他负责向议员的候选人和各大金主提供信息 帮助他们相互联系达成交易 另外一方面 他对议员制定一些针对性的计划 引导甚至是要求胁迫议员去发表亲义的言论 对于实在舒服不了的那些不同意见的议员 他就让资金流向他的竞争对手 整个运作非常高效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经散叹到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运作 在华盛顿无人出其右 就是最牛的 与以色列游说集团的高效运作形成鲜明对比的 就是那些阿拉伯裔的游说集团 或者石油游说集团 他们都不能跟以色列游说集团相提并论 天生残弱的那些阿拉伯裔游说集团就不用说了 石油游说集团的主要兴趣点是在商业 而不是外交上 所以在美国外交政策这个领域里边 以色列游说集团没有任何对手 成功的第三个原因 就是他们非常了解美国的法律制度和政治生态 充分利用现有规则 抓住时机顺潮流而上 举两个例子 20世纪70年代 新的美国联邦选举资金的规则 允许成立所谓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就是给大额捐款留了一个出口 这就为财大其促的以色列游说集团提供了机会 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 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华盛顿还并不引人瞩目 但到了82年代 仅仅过了20年 他俨然就成为华盛顿的权力中心 再举个例子 在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执政期间 美国新保守派和基督教右翼兴起 以色列抓住这个机会 跟他们进行结合 在华盛顿就备受青睐 成为美国当权者的忠实盟 抓住时机顺势而上 你不得不说 这犹太人还是聪明啊 以色列这么厉害 这么有组织 阿拉伯根本打不过他 中国人也尚于搞关系 再过几十年 会不会中国也有大量的游说集团 充斥在美国的各个角落啊 嗯 你说的没错 还真有这可能 根据OpenSecret那个网站的数据披露 2022年 中国政府在美国游说活动的资金排名全球第一 4956万 同期以色列政府 这是讲的以色列政府啊 不是讲美国境内的以色列游说集团 是以色列政府 以色列政府在美国游说 他的资金是89万 你看中国政府在美国也是花了大钱搞游说的 从今天介绍以色列游说集团 我们就能看到政治运作底层的一个本质 那就是资本控制政治 我们可以把美国看成一个公司啊 拜登就是这公司的CEO 而美国这公司的股东是谁呢 就是这些境内境外的势力 我们今天所讲的以色列游说集团就是美国境内的一个股东 这些股东用各自的资金资源影响力来左右这个公司的决策 使得美国这个公司的政策对自己有利 政治就是这样运作的 从美国外交战略角度来看 美国在中东有两大支柱 一个是沙特 沙特是美国石油美元的基础 第二是以色列 它是美国中东外交政策的基础 中东地区哪国家不服敢炸锚 以色列就打谁 美国和以色列当然是一个相互利用的关系 犹太人有实力 以色列有战力 有了被美国利用的价值 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当中 公开支持以色列 是符合美国的战略需求 以色列也是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 大国博弈的需要 才跟阿拉伯人打得死去活来 一直到今天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 再见